大家好,我是Tommy 我现在是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房车营地里 这是在房车里 为什么拍这个呢 是因为我拖房车是用那2500的柴油皮卡拖过来的 真的很不一样 到底哪儿不一样呢 看视频就知道了 现在先去吃个羊肉串 先直桌子,第一步 房车前面有一个不小的储物空间 然后我们把桌子直在这儿 这个营地呢,是多少钱一天 差不多快100美金一天 能放开这个柴油皮卡 再加上这个房车折叠打开的地方 还是可以的 这个呢,就是 我烤羊串引燃的那个油料 这个都要小心 一点就着 这个炭炉大概烧个十分钟 我们看就能用了 然后这是一个三级的台阶 这个台阶平时可以这样收起来的 然后用的时候呢 把它打开这样 就直接开了 然后这个房车还有一个有一次的点 这两个桥会比较宽 这个位置 中间它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就可以让它这个房车 前轮再起来的时候 后轮自动就下去 它就像有腿一样 整个,只要是前轮被减缩带抬起来 后轮一定会撑住 那后轮被减缩带抬起来的时候 前轮也帮助它撑住了 这样房车就不会拖的时候 就当当当当这么点 双轴中间有这么一个连接器的话 就会比较平稳 这个房车是没有中间的避震桶 就是简单的两片弹簧 所以还是开起来要慢一点 像今天我们拖来这个房车呢 2500系列 真的油耗特别好 比以前用那种SUV拖什么都要好 大概它拖上这么重的房车 大概6000磅 情况下呢 它的油耗表现是12mpg 但是它自己空车跑的时候也要15、16 也就是说它拖不拖东西 加不加负载差不多 而且它在长时间拖拽的时候呢 水温很稳定 对吧 它的扭矩非常大 大概有900牛米 在1500转 而且它跑在法定限速的情况下 正好就1500转 最大扭矩的转就去天 所以就觉得很轻松 拖着这个房车上山下坡都没有问题 对吧 它还配了一个排气刹车 排气刹车这个东西就是 进行一个排气制动 就是在长距离下坡的时候 你就省得用少一点那个刹车 防止那个刹车过热嘛 所以还是挺好的 最重要一点 2500跟1500的区别 我上来跳一跳就知道了 1500呢 我稍微蹦一蹦 它就会特别的 呼善特别厉害 上下上下上下 但是2500的后避震特别有 几乎我站上人 它幅度没有那么大的 然后它的后桥也不一样 速避也不一样 就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空重当然也不一样 150系一般都5000多磅 像这种空车也要8000多磅 所以整个拖起来的时候 比150系列要更稳当一些 尤其后面房车 比前面拖车要轻的情况下 所以就感觉不到 拖房车有什么费劲的地方 挺好的 真的是为拖拽和干活而生的 处理台车 坏处就是柴油机噪音还是稍微有点大 就怠速的时候 跑起来之后没事 跑起来之后就几乎听不见好声 现在探算好了 穿好了 烟熏火燎的晚饭 再补点紫然 来蘸 尝一下 哇好香啊 现在把这个上面的挂钩挂上 好了 球票下止点的时候 把这个桥子锁上 然后把两边挂上去 完事儿了 然后现在我有一个特殊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是为了把 把这两个平衡杆装上的 去拿 这个就是那个特殊工具 然后用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把箱子插上 这样卡车在跑的时候呢 这个点用于前进后退刹车 对吧 但是遇到起伏的勾勾跑跑呢 这恒烟感就会弹住它 这样的话整个车就会 比较平衡一些 不会像如果不装这个东西 整个车的皮卡的屁股就塌下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原理 然后这还有几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防止球头脱落的 要把这个箱子放进 这个箱子呢 是扣杆上面 别的倒没事吧 对 这个保险链 保险链要挂 一边一个保险收 好了 现在是柴油的2500回去的路上 现在时速已经跑起来了 现在我的时速是55英里 55英里我的转速只有1600转 前面还有上一个挺大的一个坡 整个车就拽着这个7000磅 1400转往上顶 非常非常的轻松 总体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一台卡车 只是如果能忍受噪音的话 和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不太舒服 对吧 你就空载不拖东西的时候 稍微有点颠簸 如果能忍受这些小缺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台车 可以作为家用 对吧 而且它有更厚实的车架的设计 所以它的强度也会更高 那行了 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